前台北市长柯文哲申陷金华城容积率争议案 有议员在爆料 当时柯文哲跟威京集团的主席沈庆金多次会面 并且接受陈情 但是按照规定 要是业者跟市府请托官说送礼等 都要进行廉政登陆 不过目前蒋市府的阵风处却查不到当时的资料 柯黑大将王世坚今天更直言 要是罪证确凿 那么柯文哲跟他的民众党将立刻下市 惊喜现身节目送上大大拥抱 可妈妈心疼儿子连日来遭蓝绿猛攻 实在很不舍 但柯文哲却似乎不受影响 当你觉得痛苦的时候 你一定要让你的敌人更痛苦 他每天要骂我都要找资料 多辛苦 议员真的毛起来追 有数会再爆料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 多次和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碰面 接受陈情 却没依照规定 若业者和市府有业务往来 请托官书或送礼得进行连政登陆 江市府也证实 查无当时资料 都没有人知道就叫做密会 过去一直说公开所有的会议记录就能知道 但是你都没有登陆 我们要怎么样去公开呢 2021年柯文哲受邀出席威京集团活动 站在一旁的就是沈庆金 两人互动热络 看得出来交情不错 为何多次密会之后 金华城容积率就暴增到840% 王世杰肯这样大胆欲言 死个性这次就踢到铁板了 背后有什么金流不当利益的话 那柯文哲跟他的民众党四个字立刻下市 检调也已经展开侦查 自以为戴上了眼镜就可以成为民侦探柯南 至于市长讲完 周六上午来到景美市场发康乃欣 庆祝母亲节维持一贯立场 完全配合检查的调查 也给予正风终分的搬运空间 前朝争议案稍不停 议员们也要蒋市长硬起来 蓝绿联手猛打 柯文哲本人倒显得老神在在 记者黄红卫全台报道